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刚开始真的听到17天 你真的会害怕 因为第一个你会觉得说 那公司17天都我不在 那会不会怎样 所以去年就是我第一次参加 所以我就直接 我第一个念头就是我要7天 那因为本来是去年 我圆满7天之后呢 因为到最后一天就第17天 我们做第81卷的圆满的时候 那个时候其实那种心 就是你在想要深入金帐的心 真的很强 就想说那我就要回去 把前面的这个10天的金卷给补完 可是真的是凡夫 因为回去之后就一直忙工作 结果隔了一年 前面10天的金卷都还没有补完 所以我今年就想说 那我一定要来现场 就是在我们这个法会现场 我要把前面10天的那个金卷给补完 结果真的我的做法是对的 那就包括我们一刚开始 第一天的时候师父就有开示啊 他说其实你任何时间你来学习 你可以学习一卷 学习或者两卷 你都是赚到的 你赚到什么 就像我刚讲的 你不止你在你的自己 你在修行次第上面 你可以更上一层楼之外 其实你的身心灵的饱足感 这一份的感觉真的让我真的觉得非常的法喜充满 那所以我也当下的发愿 我希望明年我可以全程17天 然后后来本来我的第五天 我就发愿说明年可以17天 可是到了昨天我又重新来说 我发愿年年可以17天 然后到了今天早上呢 我又对那个佛菩萨发愿说 我希望我的家属家眷都可以来参与这个华言法会 如果你错过了华言闭关 那你可能你这一辈子 你就会觉得你就是缺少了什么 因为缺少的东西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 可是你就是不能够缺少华言经 因为这个华言经里面 就在我们那个了医师的开示里面 因为我们常常说不读华言 你不知佛的富贵 可是这个富贵是什么意思 很多人都以为富贵就是钱对不对 其实不对 那至于它是什么 所以你就一定要来参加了 富贵 那为什么叫做富贵 所以这一次的那个闭关也让我了解说 什么叫做富贵 其实它并不是指财富 它也不是指经营钱保 不是这些 所以你真的一定要来了解 如果你不了解 那你就损失太大 你不要再来看 那你就不要再来看 你不要再来看 你不要再来看